唐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李渊创建了这个盛世帝国 李世民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他的版图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有一位武将他并非出身高贵 却以才华和勇气 从一届平民村夫成为大唐的铁血猛将 他就是薛仁贵 薛仁贵一生惊险屡见其功 他不仅消灭了数十万铁乐军 还两次救驾立下汉马功勋 让我们跟随他的足迹 走进那个英雄辈出的大唐盛世 感受薛将军豪迈忠诚 机智果敢的一生 贫穷少年是要见功立业苍穹下 风云变幻 英雄辈出 在大唐兴盛的年代 有一位少年 他叫薛仁贵 薛仁贵生在一个没落的小族里 他的祖上原本是北魏一族名将 但家道中落 他的父亲早早就去世了 少年薛仁贵生活艰苦 却没有丧失斗志 他白天在田间劳作 晚上就在竹林里练武强身 每当看见村中有人被欺负 他总会义无反顾地出手相助 村里的人都说 这个小伙子是块当将的好料子 一天 少年薛仁贵告诉母亲 他想为仙人迁移祖坟 母亲柳氏却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他说 你现在一无所有 要建功立业才配为仙人迁坟 正好大唐在征兵 大好机会在前 儿子你应该报效国家 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为仙人争光 柳氏的话点醒了仁贵 没错 要扬名立万 为家族光耀门眉 只有在军旅生涯中才能实现 仁贵毅然决定从军 他想都没想 拎起行囊就奔赴征兵点 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来到征兵点 仁贵不由的被这里的景象所震撼 到处都是想要报效国家的热血男儿 每一个眼中都透着坚定的斗志 队伍排的笔直 官兵们严肃认真的检阅着每一位到来应征的勇士 仁贵力政站好 坚定的说 检阅史官满意的点点头 派人将他带去营地整顿 从此 仁贵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英勇杀敌出类拔萃辽东之战 薛仁贵第一次展露头角 这天唐军大营中 军情危急 一名大将被高离军围困 将士们都吓破了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名将军陷入绝境 这时 一匹战马突然冲出重围 一个身着白衣的壮汉手持长枪 长笑一声直闯敌阵 只听叮叮当当兵人交机之声大作 那名壮汉竟生生从众围中杀出 手里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 那正是高离大将的头颅 原来这就是仁贵 他在生死关头赶窗赶拼 终于救出了唐军将领 高离军士气受挫 只得败退 仁贵一举建功 声名远扬 李世民亲自接见了这个英勇善战的青年 任命他为将领 当时辽东之战正处在胶着状态 唐军与高离军在辽东地区数月对峙 双方难分胜负 这天 高离的元帅派出大将袭击唐军大营 想要突破唐军防线 双方打得不分上下 正将持尖高离大将看准时机 我军陷入混战 死伤惨重 就在我军将领命在旦夕之时 一个身影突然从营帐中冲了出来 只见他一手持枪 纵身飞跃上马 长笑一声杀入重围 只听叮当作响 敌军一个接一个倒下 终于那人单其突围 手提敌将血淋淋的人头 原来正是薛仁贵 此战功勋 让薛仁贵一举成名 李世民听说后 照他入宫接见从此 薛仁贵在军中便身居要职 每每打仗 他总是第一个冲锋陷阵 立下汉马功勋 六年后的高离之战 他更是建立了不适之功 此战我军是亲征高离 由李世民皇帝亲自统帅 任贵此时已是统领一军的大将军 他主张大胆进攻 直接攻下高离都城 第二日清晨 薛仁贵亲自率领五万先锋军 杀向黄龙府城 高离守军万万没想到唐军会突然来犯 措手不及 任贵身先士卒 手持重箭独闯城头 高离士卒无不惊骇逃窜 我军压倒之势如破竹 很快攻入黄龙府 任贵在殿前与高离王熬战三百回合 终于将其擒获 城破之后 高离军死伤过半 剩下的也全部投降 此战我军一举歼灭高离主力 使其国力大损 而任贵也因战功卓著 被李世民封为上将军 赏赐千金 万年宫就驾建齐宫十年过去 唐太宗驾崩 李治即位 一日 新皇寻兴万年宫 任贵作为护驾大将随行 万万没想到 这一去竟是凶多吉少 夜里天降暴雨 山洪爆发 汹涌的洪水直逼万年宫 玄武门口守卫的晋军 都被大水冲走了 列水很快就要淹没寝宫 这时任贵随从急报 陛下还在宫中 终于将皇帝救出 不久洪水退去 寝宫已成废墟 李治谢过任贵 感激他的忠勇之心 赏他一匹骏马 天子亲口称赞 任贵当仁不让 志得意满 那日李治新登基不久 便惺惺大巡 要视察一番他新继承的江山 此行兴万年宫 寝宫就在宫殿脚下 这万年宫辉弘壮观 任贵都忍不住赞叹连连 谁知行之半途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骤然暴雨倾盆 雨点密如芒刺 很快就淹没了宫殿门前 十级宫女们惊呼着点亮宫灯 生怕洪水冲入寝宫 任贵正惊叉间 忽然一宫女慌张跑来 眼看洪水越涌越高 门口的禁卫军都被冲散了 任贵心中一紧 陛下此时只怕难逃厄运 他嘶吼一声 使出全身力气往回爬 终于在寝宫门口 他见到李治独自在洪水中挣扎 陛下快跟我来 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抱起皇帝就是一头扎入洪流 朝高地游去 艰难之急 他终于将陛下救上高地 不一会儿 一道惊雷 洪水退了下去 回首望时 寝宫已然静默其中 难以复原 李治赞叹不已 即刻封他为护驾大将军 并赏他一匹骏马 从此天下皆知 我大唐有了这么一位 威武忠诚的大将军 三剑定天山谁与争锋 又过了几年 土玉魂叛乱 李治命任贵前去征法 行前 天子设宴剑行 任贵也在宴席上 展示了他高超的剑术 李治让任贵射穿五层甲咒 这对于普通弓手 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任贵不过轻轻一拉弓 眼神坚定 祖铁剑已穿透第五层甲咒 众将惊为天人 李治大喜 赏他一面坚固的铁甲 让他去天山讨伐铁乐部十万大军 天山上铁乐首领派出十大勇士五刀迎战 任贵连射三剑 三人应声倒地 其余七人吓破了胆 纷纷下跪投降 任贵将军剑时机成熟 吆喝一声 唐军杀入敌阵 铁乐部一触即溃 十三万人尽数葬送在天山之巅 任贵更是生勤了铁乐首领的公主 收为己有 薛任贵 这个从早年贫寒到晚年封大将军的人生 可以说是传奇中的传奇 他的一生不仅经历了大唐的盛世 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但无论得意或是颓丧 他都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任贵的传奇 源自他的忠诚与勇气 每一次建功立业 每一次救驾之举 都彰显着他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 每一次冲锋陷阵 都展现着他对理想的勇气 正是忠勇支撑他走过风雨 忠诚一代大将 我们不能盲目崇拜武力 但忠诚勇敢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每个时代都需要薛任贵这样忠勇之事 用自己的血与汗去谱写新时代的英雄史诗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